大家好,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讲聊S3这家信业惨托 处于无机增长的位置 有些投行给出买入的评级 让我们来闲聊这家公司 RHB Research这家投行给出买入的评级 新的目标价2.08,原本是2.11的 对于2025财政年收益率大约6% S32024年第三季度符合他们的预期 在收购活动增加过后 盈利同比增长非常的强 他的房地产投资信托维持在2.2亿令吉的健康收购目标 虽然他要拟定的一个配售 上个月宣布以削减他借款为未来收购 提供一定的空间 但在考虑到对于DPU的稀释影响过后 下整体目标价 整体的profit是符合他们的预期的 对于2024年第三季度 和新利润为4120万令吉 环比增长4.6 同比增长8.7% 促使到2024年首9个月的盈利达到了1.204亿令吉 同比增长15% 富汗他们的预期 年初至今收入同比增长10个百分点 这等于2023年8月份 在Buget Raja配送中兴二开始的租品 以及租金回升和9个月 迄今为止的5项收购 盈利增长还受到了控制 XC3相关的可疑债务拨备的一定的最低支持 当然这一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宣布 本季度的DPU为2.35 对比2024年9月的6.9 还有对比2023年9月的6.25 是有小幅的增加一点 XC3的新收购也推动它的盈利增长 今年迄今 XC3已经在雪兰俄州、彭亨州、森美兰州 一共完成了7项收购 总价值达到6.7亿令吉 并且正在雪兰俄州收购另外价值 8千7百万令吉的物业 Constitutes Center的外职工作也在进行中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之内完成 为了资助这些新收购 XC3已经提议进行最大规模的 一个private placement也就是私募 旨在发行多达2.63亿个新单位 占它已经发5% 以筹集多达4.5亿令吉的资金 以削减它的借贷也就是bank borrowing 这将促使到它的REIT的负债率 将从10月底预计的44%降至33% 从而为进一步收购提供一定的空间 在投资信托基金上一支配售呢 是在202年11月期间就发行了1亿个新单位 占它已经发行了6% 筹集了1.75亿令吉 盈利预测考虑到私下配股 还有财政的成本节省 让RHB认为在2025年 还有2026财政年的盈利预测上调10个百分点 然而对于DPU的稀释影响 他们将目标价下调至2.08令吉 当然RHB Reset的评级下行风险就包括了 房地产筹资信托基金即将到期的物资续约 还有租金回升幅度 租金回升幅度低预期 以及拟定的收购被取消 都会影响SC3的股价未来走势的 接下来 2.0 2.0